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0号透过声明表示 英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中共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升级 并召见中共助英大使郑泽光 要求他对北京当局的行动提出解释 特拉斯指出近几个月 北京日裔逼人的行径和言论威胁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郑泽光当天透过声明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说三道四 中共助英大使馆推特有网友留言回呛 英国可以为台湾发声中共最好关好自己的嘴巴 谢武侨指出共军的行为让区域情势升高 并且大幅破坏国际贸易与海空域稳定 国际社会有必要持续关注并共同反击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瑞珍综合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瑞珍综合报道